樱桃小丸子曾经是无数人的青春甚至童年回忆 而就在昨天樱桃小丸子作者樱桃子去世的消息给这份回忆画上了句号 在人均寿命最高的日本 53岁就因为乳腺癌撒手人寰的樱桃子无疑让粉丝们落泪 以及惋惜 所谓天度英才 为何老天要这么早地带走樱桃子 为什么不让小丸子的欢声笑语在停留人间 多一些时光 面对这样的困惑 小霞想起了最近看过的一部惊悚电影 邪恶宿舍夜惊魂 五个妹子在女生宿舍发现的鬼魅灵异现象 恰恰讲述的就是关于天度英才不可留 人间轮回即春秋的故事 女主鼻桃妹是一个标准的熊孩子 除了不杀人放火 调皮捣蛋的事情几乎样样精通 校方很无奈 父母更痛苦 就在双方都拿鼻桓妹毫无办法的时候 一所女子专修学校向她伸出了橄榄枝 这所坐落在偏僻荒野的学校 尽管从没有登过招生宣传广告 但鼻桓妹一家全程参观下来发现 按这所学校建筑物的老旧程度判断 怎么也应该是一家百年名校 父母告诉鼻桓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什么时候混出了文凭 我们什么时候再来接你 而女校长出现 更是断了鼻桓妹想要半路翘课和中途退学的想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女校长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在杀死比尔中血洗世界的乌玛瑟曼 堪称很黄很暴力的新娘 一晃15年过去 曾经的新娘变成了如今的校长 但眉眼间的那股杀气如万箭穿心 瞬间就镇住了原本天不怕地不怕 这里老娘我最大的五位女生 除了刚才介绍的鼻桓妹 这五位女生分别是文学青年小爱 美术天才拉拉 数学公主小姨 以及毫无特长的胖妮 原来这所学校除了统领一切的校长 只开设了文学鉴赏课 美术绘画课 数学提高班 以及音乐兴趣班 每个女生都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那门专修课 当然这群熊孩子不可能乖乖就范 什么课都略懂 却不精通的胖妮 无聊地用打火机去撩妹 结果看着胖妮被冲进来的嬷嬷 一顿海扁 目瞪口呆的姑娘们真正领略了校长的恐怖手段 不过相比其他课程的课板无趣 音乐课就有意思多了 特别是小鲜肉教师英俊儒雅 修长的手指在黑白琴剑上划过 悦耳的音符让女孩们的世界都变成了彩色 不仅比华妹在小鲜肉老师的辅导下 变身为音乐少女 其他女生也纷纷表示 我们爱上音乐 更爱上老师 然而就在妹子们各项创作天赋 被陆续激发的过程中 音乐少女感觉到越来越强烈的违和感 她弹奏的音乐 像极了已故音乐家的曲子 文学青年写出的诗风格也类似死去的伟大诗人 数学公主解开的题目是曾经别人的命题 美术天才创作的油画 也是她自己从未见过的景色 而且当五个女生凑在一起夜聊 她们发现最近都纷纷噩梦缠身 似乎总有什么脏东西跟在她们的身边 甚至体内 以上的这些困惑 在音乐少女和好气有胖衣的探险中得到了解释 她们学习创作中流露出的模仿风格 都在历史上著名却英年早逝的天才身上 一一找到了对应答案 就在这毛骨悚然的事实被揭穿之时 校长宣布 我装了 我是一个招魂师 我摊牌了 而你们这些学渣 仅仅是一个肉体容器而已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乌玛瑟曼给出了完整的解释 人类历史上有太多遗憾 其中许多领域中的天才选手 比如莫扎特 舒伯特 这些不该领和饭的时间实在太早 完全没有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实力 如果他们能够长命百岁 又会有多少旷世杰作留在人间 私人已是不可追 但我可以通过招魂的形式 让这些大师的天赋 智商附身在你们几个学渣的体内 也算你们最后的一点价值吧 小霞看到这里 不禁起身拍手鼓掌 为校长天马行空的脑洞喝彩 但想法虽好 却忽略了最知名的一个技术漏洞 女孩们的身体被当做了电脑 天才们的鬼魂 就像自带Ghost系统的U盘 看似极差极用 但是因为年代相隔太久 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兼容性问题 甚至还会不小心植入木马病毒程序呢 比如文学青年就因为数据写入读取过于频繁 造成了蓝屏崩溃 然后彻底死机了 最后在一场大火中结束的故事 其实并没有太多悬念 音乐少女誓死不让王林覆盖系统 并成功策反了小鲜肉 带领着其余几个小姐妹 逃出了校长的魔爪 一部全程昏暗无比 就好像没钱请灯光师一样的惊悚鬼片 就此落下了帷幕 揉一揉几乎看瞎的眼睛 小鲜接下来要说说严肃的事情 正如樱桃小丸子之母樱桃子的去世 常常会给人一种好人不偿命 坏人活千年的错觉 当年蝙蝠下中小丑的扮演者 希斯莱杰的意外死亡 也曾让小鲜在内的无数粉丝悲痛不已 每每回味这部旷世节奏 都会不为优自主的假设 要是他还活着 一定能够带给世界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 时间也从不回头 那些伟大且优秀的人 对于他们最好的纪念 不是模仿山寨 而是致敬超越 所以哪怕要再多不舍 我也要说 小丸子 永别了 你离去的那一刻 好像我也失去了童年 不可抗拒地老去了 谢谢你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里 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 因为那秩序委托 却偶尔老成事故的小丸子 就是每个人心中永远的孩子 当然我们也不必太难过 因为还有一个万年小学生 至今仍没有毕业啊 青山刚昌老师 你才是小侠我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的最大动力 背图你了 小侠探先生 小侠喂 小 thieves 小匹 小匠 你看良药 轻